好,我們今天的訊息是繼續上一次的 神的聲音、知識言語和先知的恩賜 大家不要以為不可能、不可及 神是可以跟我們講話的 其實個個都聽到神的聲音的 我們都溫回一些經文,約翰十章二十七節一起讀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他們 他們有跟著我 然後約翰十六章八節 他既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別自己 這個第一句就是耶穌說我的羊聽我的聲音 所有屬於神的羊都會聽到神的聲音 那怎樣聽到呢?第一樣的聲音,大家都聽到 就是聖靈來叫我們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別自己 你自己裡面會覺得不舒服的 這個是聖靈的聲音,而且當你一路犯罪的時候 他一路繼續落的,一路繼續落的時候是會覺得不舒服的 那這個都是神給我們的一個提醒的 就是神是很真實的 還有呢,其實我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們身邊運行 說要成就他尼米爾,貝拉比斯二章十三節 就是我們立志行神的路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留意到原來就是聖靈在這裡做功 已經是神運行 就是神跟我們那個mystical union 就是一個很神秘的合一 神跟我們合一到的程度 我們以為我做決定,其實是神感動我們做這個決定 就是神是可以一路這樣帶領我們的 我們會,當你立心行神的路的時候 還有你做出來都是聖靈在我們心裡運行的 那這個是很大的恩典 還有呢,聖靈會帶領我們說什麼說話 去受迫伯,如果就算不受迫伯 都可以一樣會發生的 路加十二章十一節一起讀 人帶你們到會堂 並官府和有權兵的人面前 不要思慮怎樣分數 說什麼話 因為正在那時候聖靈要指教你們當世俗話話 當我們被捕的時候 被受迫伯的時候 聖靈會教我們說什麼說話 聖靈跟我們的聯合真的很強烈 到時候,忽然聖靈教你說一句話 或者甚至說一些話你不懂得聽的 即是你忽然間,神的感動你 你口就開口說一些聲音出來 那些聲音就是他們的語言 他們聽得懂你說什麼 即是神可以做這麼神奇的事 這個世界上的確是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的 那麼,到時候 耶穌靈說,你不用想定說什麼 你不用想定,你只要親近神就行了 到時候聖靈就會教你說什麼 你不用,你想定,你想定反而要炒我 你想定,你想的未必是對的 但是神就會教我們說什麼 還有,當我們敬畏神和凡事認定 祂就會帶領 即凡是聽神話的人,祂就會帶領 詩篇二五篇十二節 誰敬畏耶穌華,耶穌華必指示他當選擇的道路 又針緣三章五節六節 你要專心仰賴耶穌華,不可依靠自己的聰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道 這個經文,誰敬畏耶穌華必指示你當選擇的道路 是有一次有個牧師介紹我這個經文 當時我在尋求方向 他就說,你敬畏神,神一定指示你 神結果帶我回來香港 這是我很想回來的 除了回來香港,神也為我開路 他會帶領我走的路 他都會帶領你的,你聽話就可以了 但有很多基督徒小事不聽話 小事上不忠心,大事就不忠心了 如果你小事上奉獻,幫助人,處理罪,處理人際問題 不處理的時候,你的大事神就會走不了 不是說等到你做大事,神才會帶領你走的路 如果小事不聽話,你走不了大的路 你走不了神的計劃 這樣的時候,那個基督徒就會受苦 其實是會受苦的 但你聽耶穌說 神就會走到哪裡,祂一直帶領你 真是很奇妙的 其實在我一生,我真的 數回頭,我現在不會數了 總之我很多很多事情發生,都有神的安排 包括一件很小的事 這件什麼很小的事呢? 今天來說不是小事 昨天我在初第一個教會示範的時候 我就帶領一個團契 但團契是沒有樂器的 那時候那個教友,他都不知道我懂得吹口琴 吹口琴是,我一天吹慣了 所以我懂得so far name 就是我一聽到那個音 dore mi so so, la so mi re do 我一聽就立刻可以唱出來 或者我就算走過我去餐廳 我一聽那個音,我知道它是什麼音 就是這個是神給我的音 那個人不知道 他說你知不知道當時有個琴 那時候那個琴很搞笑 是 本來就是 價錢是貴一倍的 他就 告白就減了一倍 他登錯了 我就拿著告白的報紙去那裡 他就說我賣給你這個價錢 那裡寫是寫一倍的 而他的琴的特色是什麼呢 右手彈一個音 你可以彈到那個音 左手呢 你設定了它做cord 他就一個琴見下去 他就出了一個cord 所以我當時來說 我還很簡單 我都沒有學過樂理 這個dore mi so so 彈法這樣 這個完全不是跟樂理的 但是呢 這個人呢 他提我去買這個琴 他是神感動他 叫他去 這個琴就適合我 然後這個第一步 後來我回來香港的時候 我就學琴了 大學了不是很久 因為我沒有心機學那些看譜的 那些 有些人是天生喜歡看譜 有些人就喜歡 天生就是彈和言的 我就是天生就是彈和言的 這個是每個人的音樂 譬如我講到 有些同學都要寫一篇出來的 我是很辛苦的 我是不喜歡這樣講 我是喜歡自由這樣講的 就是我寫東西和說話和彈琴都一樣的 但是這些有神安排 就是這件這樣的事 神都有安排的 就說這裡說到 你要專心仰賴耶華 不要倚靠自己聰明 不要說我夠聰明 你說你夠聰明 神就要讓你看看你的聰明是沒用的 我們在歷史上見過的人物 李小龍他以為他很聰明 他那個電影叫做死亡遊戲 他真的死了 真的他以為他很聰明 他真是一個驕傲的人 當時我認識一個人 他跟我說 他跟李小龍 曾經小時候打拳 有一次見到他 李小龍當然厲害很多 李小龍 李小龍跟他教兩下 一腳一踢 整個飛去 然後這個人就跟他說 你相信耶穌吧 耶穌好 他就說 好像我這樣 要不要相信耶穌 但他想都想不到 他沒多久就離世 這個真是人 當這個人跟我說話的時候 他已經離世了 原來人的生命真是 沒有把握 你越是 依靠自己的聰明 神就會讓你看看 你的聰明是沒用的 譬如這個鐵達利號 大家都聽過 他自然說 就算神都不沉船 他說這句話 神就要沉給你看看 以為你沉不到 我就是沉給你看看 人以為他聰明的地方 神就會讓他看 你是做不到的 我們都認識有些人 最輝煌的時候 就在那時候他離世 有時就是他很聰明 他以為很聰明的時候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靠自己 我靠自己擔 真的千萬不要靠 在一切事上都要認定 他就會帶你的路 他會指引你的路 那條路一定好 你走神的路 因為神是掌握一切的 神是一切都掌握 你跟人 沒有一個人掌握到 也沒有人有這個智慧 沒有這個能力 但是神什麼都掌握到 所以當你跟神 神就會指引 其實很好 這個應許 沒有人能夠給你 這個應許 我能夠給你 你跟我 因為我不知道你的路是怎樣 你跟我 可能我帶錯你走路 但是跟神一定沒有錯 我能夠做什麼 我帶你跟神 神去告訴你 你做什麼 神就會指引你 而長時間做 我希望大家都有長時間這樣做 就是 我這個照片 看到耶穌真好 感謝耶穌 感謝天父 長時間安靜敬拜愛慕神 時事長時間愛慕神 喜歡神 宣告神很愛我們 神真的很愛我們 給聖經的教導入我們的心 即時事有神的說話 盡量留在輕鬆的心態 享受神的奇妙 和處理生命 放低煩惱 在這樣的情況 你就很容易收到神的聲音 你會很容易 其實有時候你收到的聲音 可以是很簡單的 例如你一直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你可能收到的意念 神真的很愛我們 神真的很關心我們 這些我早知道了 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但是神在你裡面 而你以為神在你裡面動功 所以我希望大家 在一路讚美神 一路敬拜師歌 跟著敬拜師歌的時候 Hallelujah Hallelujah 讚美神 神真的很好的 賺美天父 一路讚美的時候 神就會把他的意念放在你的心中 這樣的時候你就會收得很好的 這個就是Kathryn Kuhlman 年輕時的樣子 如果大家上網看過他年長的時候 的樣子不是這樣的 他很好 即是他跟神的關係很好 這個是很特別的 即是他是 從一個恩公福士者來說 他很強調這個跟神的關係 我們一起讀 拜託不要讓聖靈擔憂 你們不明白嗎 他是我的一切 拜託不要傷害他 他是我的一切 不要傷害我所愛的那一位 即是真的 Kathryn Kuhlman 她是神給她這個特別的恩賜 她很多人 病得醫治 那些病得醫治 她不是她祈禱的 她是集體一起 親近神 敬拜神 跟著那些人就會說 得醫治 這個就是Kathryn Kuhlman 她的侍奉 拜託不要讓聖靈擔憂 你知道他是我的一切 神是我的一切 不要傷害他 他是我的一切 不要傷害我所愛的那位 即是 即是說給我們聽 我們所愛的那位 神是很好的 聖靈是很好的 你不要令到他傷心 即是他很珍惜神 其實聖靈同樣是我們每一個的好朋友 但很多人不懂得珍惜的 很多人覺得很平凡 其實我們經歷聖靈 你可以說 嘩 一想耶穌 立即平安就來了 立即是英雙書 立即是喜樂 如果你熱親近神 哇 立即他會來 多好啊 在舊日的時候 他們是要經過祭司的 但在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隨時去親近神 一個很大的禮物 好了 今次繼續講到知識言語 和先知 聖經是有講到這個恩賜的 當然有些人講到這個知識言語 他就說 兩種解釋 一個傳統的解釋就是 即是你有知識 你有聖經的知識 那你要有知識的言語 那麼 在聖靈的圈子就是說 本來你不知道的事情 你知道 不過就算不是都不要緊 因為先知性 已經包括這個知識言語 譬如你說 他們不肯接受這個知識言語 就是你知道某些人的事 都不要緊的 因為有先知性 即是先知 我們都會看到經文 就是告訴我們 新入都有先知的 在這裡我們就是看黃色的部分 這裡說到聖靈賜給人 有智慧的言語 知識的言語 還有作先知 都是告訴我們 即是聖靈會賜給我們 有這些說話 可以知道一些 我們本來不知道的 還有作先知 那這裡呢 保羅沒有限時間 你想想 你想想 在高隆多前說 他說 神就賜給人有這個 先知的恩賜 這些恩賜 還有還有其他 醫病的恩賜 行二輪 但是他沒有說到 什麼時候會停 難道之後看聖經 他說 聖經也說了 保羅說 沒有的意思 即是那時候有 現在沒有 那你說保羅 這樣不太行 你又說了有 你又沒有說到 什麼時候會停止 為什麼會突然停止了呢 其實他沒有說到會停止 沒有理由就沒有了 明明他說到有這些恩賜 所以不單止一處經文 待會我們還會看到 其他經文 都說到有先知 所以其實 在這個世代 都是有先知的 而我本身 我是經歷過不同的先知 我亦都見過有些人 亂來的 或者他有時准 有時不准 但我亦都見過 一些很准的先知 我以前都提過 他有一個教友 他會告訴我 將來你會回來香港 明天你會全世界都去 那時候來說 我自然覺得不可能 但是神真的會開路 亦都有人告訴我 兩個人告訴我 你要受攻擊 被一些人攻擊 真是當時來講 是發生的事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知道 真是這個世界上 是有先知這回事 耶穌都使用知識言語的恩賜 耶穌和弗力說什麼呢 一起讀一下 不是和弗力 不是和弗力 是和拿彈業 弗力還沒有招呼你 你在無花果樹底下 我就看見你 拿彈業就說什麼呢 拉給你是神的兒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因爲他可能之前 在無花果樹下面 就在祈禱 親近神 但是呢 耶穌就跟他說 你在當弗力米叫你的時候 你在無花果樹 我已經看見你 他馬上知道 謝先生 弗力見我之前 我真的在無花果樹底下 爲何耶穌會知道呢 他就馬上說 你是神的兒子 耶穌就說 你因爲這樣就信了 你將來就會見到更多的神跡 因爲耶穌就是 他的生命就是充滿神跡的 然後呢 就是約翰福音四章十八節 就是那個 薩瑪利的婦人 耶穌就說 你已經有五個丈夫 你現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 那這個人就說 哇 先生我看出你事先知 你知道我的事 我五個丈夫 你怎麽知道 之前有五個丈夫呢 就是 你怎麽知道呢 現在那個人不是丈夫 即是說現在在同居 耶穌在這裏 是很明顯的 是有這個知識言語的 因子 然後呢 耶穌走過 抬頭一看 他沒有說 先生 他說 薩蓋 快下來 今天我要住在你家 薩蓋 直接叫他的名字 就知道他的名字 然後呢 拉撒路死了 他就說 我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 我去叫醒他 他已經知道他已經死了 這個就是神會透過 就是 耶穌也是神 所以他什麽無所不知 他凡事都知道的 好了 聖經有講到 一起讀 兩看十四章十二節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並且要做彼此更大的事 因爲我往父那裡去 耶穌說 我所做的事 你們都要信 我的人都要做 並且要做彼此更大的事 因爲我要去父那裏 我神便會使用你們 這裏有三個資料 第一個就是權能報道 這本書就講到權能報道 他講了一個例子 就講到他有一次坐飛機 就見到一個男人 就見到額上有姦淫那個字 然後見到一個英文名 然後呢 女人名 他就問他 他說這個名對你有沒有什麼意義 哇 那個人嚇到驚到不得了 原來那個人就是他第三者 陌生人走過來跟他說 你知不知道這個名是什麼 這個名對你有什麼意義 那這個人就很驚訝 爲什麽你會知道這個名的呢 他就告訴他 神告訴他 然後他就帶他去信耶穌 變成他立即在飛機上 亦都去向他自己太太道歉 跟著就悔改 跟著帶來他太太說信耶穌 就是權能報道的開始 就講到一個這樣的經歷 在全福音上 而在Sidroth is supernatural 有很多很多 你見到 你覺得很驚訝的 其中一個 我剛剛昨天看了一個 就是 名字就是 Steve Lytle S-T-V-E 即是師提反的 Steve 然後就Lyt L-I-G-H-T 然後加L-E在尾 那個人也就是 神是很特別使用他的 神使用他怎樣呢 叫他 招聚很多以色列的人 去到以色列的地方 叫他去 他真的招聚了很多很多 這樣的人 但他叫他出門 第一件事做什麽呢 將你的生意給了人 他很有錢 你的生意給了人 他真是給了人 他真是很聽神的 他真是錢全部都給了 他說他飛去那個地方的時候 他有多少錢呢 有一個多人錢呢 他就憑信心帶著他的太太 帶著兩個子女 但是神就供應他的需要 他就招聚很多以色列人 回到以色列的人 就是這個人物 不是Sid Roth 是Sid Roth這個節目裡面介紹這個人物 他有很多這些情況 他講到這個人 Steve Lytle 他還有一件事就是 當神去探訪他的時候 他一進一扇門 整個人就跌在地上 睡了多久呢 是六日半 有沒東西吃沒東西喝 但是神就養他 但是那六日半 神向他顯現 和他感動 帶領他 使用他 即是在這個世界上 有些人很特別的經歷 那你說我都沒有 不要緊的 你聽神話 神就會帶領你走你的路 另外在網上也都看這個 Define Revelations 那你上去找的時候 又會見到很多的見證 並且有中文 這裡你看一下 是中文來的 有很多的文件 都是免費的 亦都有很多人的見證 是幫助大家 和神的關係更加好 看到神的真實 你就會對於生命很不同 原來神和這麼多人說話的 新約裡面也有先知 在世倫卷十三章一節 說到安提亞的教會裡面 有幾位先知 和教師 又說出他們的名字出來 世倫卷十五章三十二節 猶大和西拉也是先知 和世倫卷十二一章九節 肥利她有四個女兒 都事處理都說如言 都是說到一些人物 在新約的時候 都說到他們是先知 另外就是 是新約裡面的先知 這個就是阿加布 他就告訴保羅 將來這個腰帶 捆綁這個主人 就會捆綁他 就帶他到耶路撒冷 但是保羅是沒有聽他的提醒 照樣去耶路撒冷 所以結果他被人抓了去 聖經也有講到有先知 不只是講到人物 而是講到這個教導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先知那些全部過去 聖經有些部分 譬如 高隆德前書十二章 那些又不用看 即是說看聖經 這一幅是不看的 因為這一幅跟你沒有關的 這一幅又沒有關 因為這一幅講到先知 如果真的聖經裡面 那些先知已經成過去 聖經一幅一幅 即有些幅一幅 就不可以看的了 但是這裡很明顯講到 聖經有講到有這些人物 我們一起讀 高隆德前書十二章二十八節 神在教會所設立的 第一是仕途 第二是先知 第三是教師 其次是行義能的 再次是得醫恩治治病的 幫助人的 治理事的 說方言的 然後子佛所書四章十一節 他所知的 有仕途 有先知 有傳福音的 有牧師和教師 為了盛傳聖徒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 那這裡就講到 就是有仕途 先知 教師 行義能 得恩賜醫病的 幫助人 治理事 說方言的 都是講到有這些恩賜 即是其中是講到 得恩賜醫病的 然後下面也有五重職事 叫做仕途 先知 傳福音 牧師 教師 對於仕途 有很多人的看法 就是說 初期教會那些是仕途 以後就沒有 而仕途現在來說 在聖靈圈子 多數是講到 就是 猜派某些人 他有一個事名 即是他會 帶領某一個 侍奉某一個 事名的方向 這樣叫做仕途 但是呢 其實 即是說你要去 爭論的時候 事實上是很困難 但是 意思是這樣 如果仕途只有 初期教會有的時候 即是這個經文 對於後來的人 即是沒有意思的 即是後來的人 是沒有仕途這樣東西的 所以這個經文 對他來說 是後面那裡有 對他 前面那裡不對他 所以這個 即是有很大可能 即是這個經文 到我們今天 都是一樣 是神是 使用的 那麼 在 斯蘭傳二章十七節 亦都是有講到先知 並且是講到幾時呢 主大而明顯的日子 未到以前 那這個是什麼日子呢 耶穌已經升了天 在耶穌升天之後 主大而明顯的日子 是什麼呢 就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所以耶穌回來之前 都會有些事 我一齊讀一讀一下 《士蘭傳二章十七節》 現在這個經文 聖經是告訴我們 聖靈充滿的定義 即是包含了其中一部分的工作 一齊讀一下 神說 在末後的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梟灰凡有血利的 你的兒女要說如言 你的少年人要見兒像 老年人要做兒夢 十九節 在天上我要顯出其事 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跡 有血有火有煙霧 日頭要變為黑臨 月亮要變為血 這都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 未到以前 這個講到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 這個經文應驗是什麼時候呢 五秦節的時候 初期教會聖靈充滿的時候 那時候開始 即是說這個都是末期 這個末後的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梟灰凡有血氣的 當然那些不信那些不會得到的 所以應該神的心 就是所有基督徒都有聖靈充滿的 不過的確是有很多不明白 誤解了 亦都是 亦多部分 就是初期經歷聖靈的人 他們的說話 就冒犯了一些傳統教會 或者他們的見證不是很好 即是有時候 那個做法不是很好 引致兩方面好像敵對了 其實如果是由頭開始過 是可以不是這樣的 即是去介紹 所以我介紹給一些傳統的人 我會跟他說 我說 你想跟神有密切關係 跟神有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聖經所講的 聖靈囂灌在我們的心裏面 將神的愛囂灌在心裏面 你想想這些經文都應驗在你身上 耶穌來真是叫你得安慰得釋放 又醫好傷心的人 差異你醫好傷心的人 你可以真去醫好這些人 有多少傷心的人 你想不想有帶著這個能力呢 這個就是 在二塞書內一章 一至三節那裡講到 聖靈降臨 因為這個講到 主要是靈在他身上 因為耶華雄高高 我叫我傳好信息給天卑的人 差異我醫好傷心的人 你想想這些應驗呢 或者跟神有密切關係呢 這樣去講呢 是更多人能夠接受的 可惜是 即是現在來講 已經有一種的敵對的態度 所以變了是 很難去告訴他們 但是的而且那些經文 你無論怎樣解釋 都一定告訴你 由初期教會 至到耶穌翻臨之間 是有這些聖靈的工作 那有些什麼工作呢 你的兒女要說語言 會有人說語言 又見異象 做異夢 還有將來 就會有很多 歧視神跡 神會顯出這些歧視神跡 由日頭變黑月亮 要變為血 這都是講到末日的日子 由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 未到以前 就會有這些發生的 所以這個是 即是你怎樣看 你都是一定啟動 聖靈是有講到 在 由初期教會 至到耶穌回來之前 是有這些神跡歧視的 是有這些預言 先知性的功用 其實在十八節那裡 我沒有寫到 即是講到 作先知的 所以 即是真是這個時候 是有預言這件事 即是神真是會興起人 我希望大家都看到的時候 神都可以跟我們講說話 每一個人不同 即是你第一收到 就是知罪 但接著你會收到其他的 你肯天天都安靜聽神的話 他提你什麼都聽話 你就會收到其他的訊息 不過因為人的罪 人可以收到不同的意念 收到什麼呢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 可以聽到耶穌的聲音 這個最好 第二 你是住在我裡頭的罪做的 就是我們的罪 可以叫我們 即是這些犯罪的意念 基督徒是可以有犯罪的意念 基督徒有沒有犯罪的意念 有時候想生氣人 這個都有的 然後呢 撒旦退我後邊去罷 就是耶穌會跟彼得說 撒旦可以跟他說話 所以這三個聲音 耶穌的聲音 罪的聲音 和魔鬼的聲音 都可以在我們裡面 那為什麼驗證是來自神呢 我們一起讀一下 第一 合乎聖經 第二 幫我們更像主 榮耀主 或是奉神 第三 其他屬令的人也覺得是來自神 第四 與我的個人恩賜或生命配合 第五 叫人知罪 但不是批判定死罪 第六 帶來平安喜樂 這個來自神 是會合乎聖經的 不會聖經說了的東西 後來又推翻 不會的 一定是合乎聖經的 第二 就會幫我們的生命 更加像耶穌 榮耀主 和是侍奉神的 第三 其他屬令的人 都會覺得是來自神的 所以如果大家 有感動 這個人 可能是神為我預備的配偶 那你就找些屬令的人 你就不要找些屬世的那些 你找些屬世的那些 這個都挺有錢的 這個挺帥的 這個高大威猛 他給你的意見 未必是出自神的 但當一個屬令的人 看到這個人的時候 看到他的生命 其實很多女生都喜歡的 那你 你是不是喜歡 跟很多人分享你的丈夫呢 這個合不符聖經呢 這樣的時候 其他屬令的人 會給他一些意見 所以在這些事上 更加需要屬令的人的意見 那第四 就是與我個人的恩賜 是不是和生命的配合 譬如有個人說 你將來會彈琴 但那個人是五音不全的 那當然神可以行神職的 不過神如果行神職 他多數會選一個 有些音樂感的人 去將這個恩賜 自己的機會比較高一些 就是 如果那件事 真的在個人來說 他讀書沒有讀過 你將來 可不可以 是可以的 你將來會對很多人去廣道 可以不可以 是可以 不過這個是 更大可能性 是神簡選那個人 本身已經有這個屬令的恩賜 而由神去用他 就是機會比較高一些 但有些人就很喜歡聽一些 是好像不切實際的 譬如有個人 他的生命都未處理好 跟著你就說 你就會有一個很好的配偶 那我就會說 首先你先處理好生命 你未處理好生命 那你有個配偶都不行的 都撞板的 是吧 第五 神是叫人知罪 不過不是判定你死罪 即不是說 譬如說你 你沒有希望 你沒有盼望 那這個不是出於神的 而帶來平安喜樂 即是我們會看得到 屬於神的聲音是很不同的 好了 那知識然有什麼作用呢 為人討過的時候 知道他的需要 這個是很有幫助的 還有呢 傳呼聲的時候 知道人的需要 也很有幫助 就是那個人不認識你 但他會知道他的情況 還有呢 更有同理心去看出人的困難痛苦 因為呢 知識然有兩種表達方式 一種方式表達就是 他會收到的意念 或者收到的聲音 另一種呢 就是 你通他又通 有些是這樣的 你頭痛他又頭痛 那他本來沒有頭痛 為何會突然頭痛呢 就是神告訴他 這個人可能有頭痛 不過這些全部都要驗證 你不要說人頭痛 你又說人一定有頭痛 即是不要說死一定有 還有呢 一定要驗證 所收的訊息是否準確 即是說呢 因為他為何會有同理心呢 因為他痛就知道 對方痛的時候辛苦了 即是這些呢 就會是 在傳呼音和為人討告的時候 是很有幫助的 那麼 留意知識然有 和運用 一起讀 為人討告時 留意有什麼意念或身體感受 分辨是否來自神 是否合乎聖經 有沒有有幫助性 就是說 你為人祈禱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意念彈出來 那我試過有這樣的情況 我走在一個人那裡 他的樣子 一點都沒有什麼特別憂傷的 是一個年輕的女孩 那他走在那裡 我就說什麼呢 我立刻感受到 他有憂傷 那我就說呢 我就不會說 你有憂傷這樣的 我會說 如果我們憂傷 神是安慰我們的 這些說話沒有錯的 如果有 神會安慰你的 沒有說死他是有的 我一說完 他就哭了 神就感動他 這個很明顯就是 當時來說 神給我這個知識言語 在這個情況 你越深入神 你就會收到信息 也有時我奇奇一套 就會說 有個意念 要停了 他沒有耐性 就是會收到這個 有些人就會很喜歡 你停了 越來越好 但有些人 他已經沒有耐性了 我又收到 他真的有些沒有耐性 那我就祈禱奉耶穌命 阿門 這些都是神可以這樣帶領我們的 還有身體有什麼感受 忽然間那裏平時都不痛 為何忽然間這麼痛 可能就是神告訴我們 這個人 可能那個地方痛 你可以問他 你身體有什麼不舒服 他說 是的 他的腿那裏痛 你知道 原來我收到這個知識言語的信息 還有分別是否來自神 是否合乎聖經 有否幫助性 譬如你收到的 那樣東西是不實際的 你會經常百萬富翁 那用什麼幫助性呢 那當然是好的 不過這件事 是否只是幫人的靈命 還是只是幫他的肉體 那這些呢 我們就 不要那麼快就出聲了 好了 知識言語的運用 一起讀 不要用權威性的話 可以說 神必釋放我們的重大 神安慰我們 我們可以按手在不舒服的地方 過後可以問 討告時有沒有經歷 從經驗了解 自己是否有者因此 何時準確或不準確 好了 不要用權威性的說話 不要說神說 神說什麼 而是說 神會釋放我們重大 那這件事 每個人都對的 神會拿走我們的重大 神會安慰我們的心 或者 如果你有不舒服 你的手按在不舒服的地方 你覺得他有點不舒服 那你說 按手在不舒服的地方 那你又沒有說他有 如果你有不舒服 或者你如果你有不舒服 你按手在那裡 這樣 但是可以過後問他 過後問他 在祈禱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經歷 他說 是呀 這才好痛的 按完手又不痛 你知道神給你的恩賜 但你不要當正一定又對 你現在開始有 這個開始 也有些人 我聽過這樣的情況 他跟某些人 祈禱覺得有些事情不現當 我試過一次 我自己很明顯的經歷 我去一個醫院 為一個比較傳統的基督徒 祈禱 但我一祈禱的時候 那種感覺是很明顯的 是有一種力衝上來 但那種力是不好的 就好像我去到青山精神病院那一次 一進去就好像碰了一些力量 那一次就 一聲衝上來 怎麼會這樣 一按手就馬上這樣 我覺得是他的生命有問題 雖然他是一直回教會 但是他跟神的關係 其實不是那麼好的 那我就 這個就是一個敏感靈界 那我聽過有些人說 他為了一些人 其實都很不舒服 有些人很吵著 那我就給了一個提議 我說你試一下走一下黃大仙 看看那裡有沒有 即是你走過的時候也有 可能你有這個 便滅諸靈的恩賜 即是走過那些邪靈的地方你就知道 那你就操練 不要經常在那裡當然 即是你有時是 知道我有 我分別到 我走開就沒有了 走入就有 這個經歷我曾經試過一個人 不過因為他有邪靈 我就在初經歷聖靈的時候 去到這個報道家的聚會 回到教會 我就帶些人去 一堆去 一堆去 一堆經歷聖靈 感謝主 所以那個教會開始改變 其中我先講到 阿楊阿芬 都是去了日本的宣教 還有另一個又去了 這個泰國宣教 即今天我見了三個宣教士 那些還有其他的 就是當時經歷聖靈的時候 經歷的 有其中一個人跟我說 牧師 過後 麻煩你跟我趕邪靈 那時候我從未做過 我問 為何你聚會又不做 為何你要過後 她說我很害怕 我問你怎知道是邪靈 我一進那個禮堂 我立刻整身不舒服 我一出來又沒事了 進回去又是這樣 我一出來又沒事了 她說我家裡很多偶像 我就跟她趕邪靈 這個人其實是感應到邪靈 感應到邪靈和邪靈爭的時候 他感應到 不過他又不太聽話後來 結果他當然 他沒有跟從神 或者後來再跟 我不知道 總之當時來說 他是很多軟弱的地方 這個其實都是一個 敏感邪靈的恩賜 所以如果大家發覺 你和一些人祈禱 你會覺得不舒服 你就會了解一下 這個到底是敏感邪靈 還是敏感她身體不舒服 你知道就很有幫助了 翌日祈禱 你一走到人那裡 立刻覺得有些不舒服 你知道是邪靈還是身體不舒服 這個就是對於侍奉很有幫助 所以 從這個經驗 我們就去了解自己 是不是有這個恩賜 什麼時候準確不準確 為什麼那時候準確 為什麼其他不準確 有時候可能因為罪 因為軟弱 現在講先知 我想講一件事 你看這裡很多 橙色 這裡紅色 這裡講到 其實屬靈的人都有 有些屬靈的人都有 一起讀一讀 安慰肯定人 重要性 屬靈人都可以做 勸勉提醒指責 屬靈人都可以做 有很多人找先知 先知告訴他 先知性報道 先知有特別的優勢 即是他有策略 或者領受到某些人的需要 他這個先知性的報道 譬如有些人是這樣的 神會告訴你 在這個屋邨 你去到一個地方 有個人在那個椅子 坐著做什麼 看著報紙 那個人走過去傳媒 真的有人是這樣 他們有一種先知性的報道 他真的會收到訊息 然後去那個地方 又會見到這樣的人 這些情況 先知是的確有優勢的 即是他會知道這個人的需要 下面 對某些人的特別指示或帶領 神也個別帶領 先知可有清晰的指引 下面 對教會群體國家有特別帶領 神也個別帶領 先知可有清晰的指示 這裡就講到 有些人的特別的指示和帶領 這個是有優勢的 不過神也會帶領他的 即是說 如果一個人 他從來沒有這個感動 譬如我曾經說 你會去全世界 我真的心很想 所以這個是配合的 但有個人 完全沒有這個感動 當然神可以改變他的 但如果他從來 都完全不是這個方向 這樣的時候 這個就未必是 神給他帶領 因為神會感動他的 不只是給先知 神也會個別帶領他的 先知可以有更清晰的指示 即是先知在那裡提醒 和有些清晰的指示 對於教會群體國家有特別的帶領 這個是先知很特別的 最主要的作用 神也可以對人個別有帶領 不過先知有更清晰的指示 即是說先知的確有他的重要性 如果不是神就不用立先知 但是先知有時候 就做了一些不是先知應該做的事 因為有很多聚會 有些先知就為了更加多人歡離他 他應該出來 我和你個個祈禱 本來是好的 不過很多人就是什麼生命呢 又不愛主 又煩惱 又不處理生命 又犯罪 那些人就去找先知 那些人就去找先知 你不用找先知 應該找牧師 找教師去幫你的生命 他們就喜歡找先知 因為牧師教師知道 識穿他的東西 那這個教師 這個先知又不知道 他希望先知會說一些安慰的說話 神會大大祝福你 使用你 那時候他濫用了先知的那個 神給他的遺份 和他的工作 他不應該做這些事 但我也都 我可以這樣說 在這個世代 真的有為了錢的先知 他為了錢的時候 他可以做一些事 更加受人歡迎的 他可以收到更多錢 但其實神會供應 神不需要用這些方法 所以這也是我們分辨 事實上有些 在這個世代 有些人帶領聚會的時候 很強調就是 你奉獻多少錢的時候 和說到你奉獻多少錢 神又會給你多少 這不是奉獻的動機 雖然神會祝福 但我們不是為了多錢來奉獻 我們奉獻是神起願 神也會祝福 但我們不是為了這個緣故來奉獻 先知信息的重要性 一起讀 讓人看到神的真實性 更易換醒不完醒悟的人 能加強人對神的信心 能給人適切的指示 能叫人進入神高度的策略 這裡講到先知有什麼重要性 第一就是讓人看到神很真實 真是知道你的東西 更易換醒那些不肯換醒的人 即是更加容易的 有時三不識七忽然間跟他說 你要悔改 你要認罪 當然這個先知真的很準確 才很容易 他會真的走過來 跟你講一些三不識七的東西 他講得出你的情況 更加那個人說 為何神會知道呢 加強人對神的信心 就是說原來神這麼真 神知道你的東西 你都給人適切的指引 即是說有些人適合他的指引 還有這個最重要的 叫人進入神高度的策略 這個是先知的最主要作用 就是進入高度的作用 但是呢 一齊下面讀了 全心親近我遵從神的人 可以自己得到神的指引 但是先知是一樣有違份的 一樣有影響力的 就是好像我自己 神是一早說定給我聽 也都可以告訴我 不是你以為你自己去的 是我為你安排定的 我已經一早揀選了你的 那是神的工作 那這個都是叫我們謙卑 就是不是我們這麼好 而是神一早揀選我們的 先知想更加準確接收神的訊息 或者知識言語 怎樣做法呢 一起讀一下 與神有相愛的關係 高度處理生命所有問題 處理對人的偏見 不為名利 高為權力 單為榮耀神 我祝福人 就是很緊要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是討神喜悅 我們不是為了要討人的喜悅 也不是為了此 所以第一 和神有相愛的關係 真是體重神 照顧一切 第二高度處理生命所有問題 這個是領受先知很準確的重要性 以前我認識一個人 他真的收得很準 他會祈禱見到人的心是怎樣 他會見到裡面有邪靈 很準確很準確 不過這個人的生命沒有處理 後來他教會的人告訴我 他又說那個人會生 然後他死了 他說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因為我認識他的時候 我都發現他有些破口 就是他沒有處理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其實我們任何一個人都是的 我們生命有破口 自己一定受苦的 你跟隔壁說 生命有破口一定受苦的 生命有破口一定受苦的 你們想受苦的 有沒有人想受苦的 你想受苦的 你進入破口 你就一定 你擔保有痛苦的 你想要擔保有痛苦的 我想沒有人想 還有處理對人的偏見 所有對人的偏見 我們都需要處理 不要為了名利高位或者是權力 不要為了這些 神會供應人的 單單為了榮耀神 祝福人 就是對神對人的心態 下面 尋求更有策略地進入神的計劃 和祝福萬國 這個就是先知的作用 我怎樣能夠進入神的策略 進入這個策略的領域 和進入神的計劃去祝福萬國 有些在《It's Supernatural》的節目 你就會看到有些人 他本來都是很平凡的 但是神打算了他 他看到神的異象 聽到神的聲音 然後後來做什麼呢 神就會使用他 怎樣去興起一些人 這個是很特別的 上次有沒有說到那個 Ceruleus 他就是神給他感動 我下一節給你看 是特別叫他做什麼呢 他訓練 他侍奉的時候 他很有能力 有很多醫治 誰不知 他有一次在講道 忽然間整個人暈了 結果他們就抬了他回去 他的房間 那個酒店房 他就問神 神為什麼你要我侍奉 為什麼現在我會暈倒 神就告訴他 我要興起士兵 你要去到哪裡 你不要只做 不只是你做 你要興起人去做 這個我聽到 我覺得很認同 因為天國就是要興起這樣的人 這個就是策略 神的策略 我希望大家都想進入神的策略 不是個個都是傳導人 你不是個個都是傳導人 你不用勉強自己做傳導人 不過我們個個都是見證人 和個個都可以進入神的事奉 不同程度的事奉 大家都可以的 有幾個想 有幾個想進入神的事奉 感謝主靠神 祝福你們 興起你們 帶領你們 好了 多去操練領袖神的訊息 亦都請人回應 怎樣操練法呢 一起讀一下 第一 信服群體的領袖 第二 多為人討告 造就安慰見面 第三 若是關於罪或前路的指引 應先信問領袖 以謙卑的心 侍奉神 財魂神 就是在操練的時候 順服群體的領袖 有些人就會怎樣 他是不是我要自己做 我要用我的方法去做 這樣的時候就會 對教會破壞了 譬如有個人 他是不是他都說才知道 逐個逐個隔離去找 然後我就和你發預言的時候 可以產生問題 我們可以操練 在傳導人 以我來說 我是絕對歡迎大家操練的 去為人討告 而在大部分討告 就是造就安慰全面 是建立的 好了 如果關於罪 或者前路 罪 就是譬如說那個人有罪 或者前路 他會將來做什麼事奉 他將來跟誰結婚 這些是很重要的 你說錯了 譬如你說 你跟那個人是將來結婚的 那他跟著他就追求 追求的時候 結果發覺不是的時候 那個後果是很嚴重的 所以這個前路指引 或者你將來做宣教士 原來那個人根本的生命都還沒得 那時候他就給錯了指引 他就應該先詢問領袖 以謙卑的心事奉神 才奉神的喜悅 如果他驕傲的時候 反而會破壞下面 不要以為自己必修得準確 不要為了自我形象 就是不要以為一定修得準 以及不要為了自我形象 啊 修錯就是很壞 不行的 不能修錯的 即是變成為我的自我形象 這個就是有問題的 留意自己有沒有領受先知性的訊息 我們自己都可以留意 一起讀 留意有沒有領受先知性的訊息 分辨是否來自神 是否合乎聖經 有沒有有幫助性 不要權威性宣告 求問神如何處理 與目者商量討告 就是呢 平日討告都留意有沒有什麼訊息 然後分辨是否來自神 是否合乎聖經 有沒有幫助性的 然後呢 就不要權威性的宣告 然後呢 問神如何處理 與目者商量討告 如何處理這些的 先知性的訊息一定要嚴正 一起讀一下 若不準確 要找破口 不要宣講 若準確 求神帶領如愛發揮 但需要不斷的嚴正 這裡是什麼呢 為什麼不準確呢 要找出生命有什麼破口 會收到這些訊息 為什麼會收到錯誤的訊息 那你就不要宣講 有錯誤你就不要宣講 有錯誤你就停止 你就去驗證 去處理生命和驗證 如果準確就求神帶領去發揮 但需要不斷的驗證 即是一段長的時間去驗證 不要勉強 一起讀一下 若沒有先知恩賜 不亦須勉強 若有收到先知訊息 不要浪費者恩賜 如果沒有的 即是你知道 我是要有這個先知恩賜 我是要有 即是有些人是沒有那麼強的 我來說我收教導就多 但我收人的先知信訊 就是沒有那麼多的 那我是要勉強 我是要有這個恩賜 即是好像我各樣都有 就是差這個 我要有這個 神就是想我 有時候不是的 有其他人一起補足 不用一個人做完 當然我一樣是應該安靜多些 等候神的 但我不會經常都想著 神啊你快點跟我說話 快點快點 即是我不需要勉強神的 但如果收到先知信訊 你又不要浪費 另一個是太謙虛了 自卑的那些不是謙虛 自卑 他又不敢用 收起來收起來 那又是浪費了的 其實人人都收到神的信訊 不過你是不是先知為分 聖經就是先知 我講到先知的恩賜 不是個個都有先知的恩賜 但個個都收到神的訊息 即是每一個不同的 不過到末後日子 就個個都會收更多 因為聖經講到 迫伯的時候會收更多 這些是不需要先知 或者神的聲音告訴我 我們要分別 一齊都說 神愛和關中我們 我們生命有奇妙計劃 我們需要悔改離聚 神要在這世界做奇妙的大事 毀身愛主的人都會做大事 神看草毀身愛主的人 這些聖經一早都說了 這些不用找先知去確認 去舒服一點 不用的 這些聖經已經說了 但有些人總是很想在那裏收到多些 好像硬正一點 其實我說聖經才是硬正的 人收的 你怎知道它是不是準確 如果有人說 你要將來去哪裏宣教 或者你和誰結婚 是不是一定硬正呢 我不會覺得是硬正的 如果有人真的收到訊息的時候 我都會說 你自己去驗證 你不要這麼快說 就一定是 先知信息 取代神的話 這句說話很重要 我見過在網上有些這樣說 你沒有先知信息 你前路就迷惘了 搞錯 有聖經的 怎麼會前路迷惘呢 即是沒有可能前路迷惘 這些是濫用了先知的職權 不是沒有先知信息就會亂農的 即是我們有聖經怎麼會亂農呢 是吧 一起讀一下馬太五章十八節 我實在告訴你 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 律法的一點一畫 又不能廢去 都要成全 是我在後書三十六節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 於教訓督摘 使人歸正 教導人學 而都是有益的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 預備行各人的善事 聖經講到律法一點一百 不能廢去 例如我們有神的話語是堅定在天的 是很肯定的 還有聖經是幫助我們的 於教訓督摘 使人歸正 教導人學 也都是有益的 叫屬神的能力完全 不是有先知性才完全的 先知性是輔助 還有更清晰的指示 但是沒有先知性的信息 神都會跟人講話 還有他有聖經的指引 跟從聖經 即使沒有先知信息 不會迷失 因為這個是我回應網上 我見到一些文字 這個經文我們不讀了 看七章二十四節 建造在石頭的 盆石上的 會不會迷失呢 不會的 是站得好穩的 打風啊 水沖啊 都沖不走的 喜愛爺爺爺 律法會不會 它就會很慘啊 不會的 它是好似一棵樹 災在盆樹狂岸時候結果之 所以聖經是告訴我們 最重要最重要是跟聖經 先知是一個提醒 譬如有些人會這樣說 現在先知說 我們個個都要做什麼 是不是一定要收呢 一定要準 一定要接受呢 這個呢 你要分辨 不是一定的 有沒有收過那些先知信息 網上有沒有收過 一些WhatsApp有沒有收過 發過給你們 我不是說我 人家 有沒有收過 網上有沒有收過這些 有些群組經常都有的 那些呢 你要分辨的 你不要說 尤其有些要脅性的 要脅性的多數不是先知的 有些說 你不要發這個信息 你發出給一百個人 否則你會什麼 那些不用理它 那些 就算有人說先知發出 你不用理它 不是的 神不需要用這個方法的 就是要分辨到 先知不是比其他人更高的 就算排列都是 有視徒有先知 不是先知最高的 在一個群體裡面 通常來說 不是先知作為帶領的 保羅遵從神 但是聽到先知提醒 他不順應 就是這裡講到 就是這個阿加布 就告訴他 你會去到耶路山 你會被人抓的了 但是他聽完之後 他照樣去 他不要理他的警告 那當然阿加布也沒有說 你不要去 他只是說你去到被人抓 但是他照若行 神吩咐他所做的 就是這個都是 不是 就是總之神要指示我們 我們就可以去做 那另外一件事 就給大家一些提 就是一些鼓勵 現在有很多人進入榮耀的領域 尋找到策略的 當然這個都要分辨的 你不要說去過天堂一定對 在這個時代 真的有人這樣 是這樣的 提摩太后書十二章一節開始 那裡講到 他講到主的顯現和啟示 曾經有人上去第三層天的路 他被提到 他被提到樂園裡 聽見隱密的 隱秘的言語 是人不可說的 就是他去到天堂 可以收到一些訊息的 現在的而且有很多這樣的人 你看到 It's supernatural 你會見到很多 不過你都要分辨 不是那裡全部都是對 一定是對的 我們都要分辨的 那但是這個世代 是有些人 他是會收到這些領域的 那這些領域呢 我們是要分辨 但是的而且確 如果是從神而來 是可以帶給我們更高的領域的 因為在末後日子 是會有基督假先知 顯大神即大騎士 倘若能行連選民雅都明華 如果大家收到網上 所以整天都會有說 不知道什麼什麼 群體又有些什麼 發出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警告 那這些呢 就是有很多人 講到末世 就經常講這些什麼 警告警告的 但是呢 就不是強調你怎麼預備生命 那有些群體呢 就專門是喜歡 發出這些這樣的語言 所以我覺得呢 是我們要小心了 那其中一些呢 就是這樣 有些人會解釋奉獵的時候 你想有多些錢呢 你就奉獵這麼多 這個目的 我想要多些錢 這個不對的 不是為了奉獵 不是多些錢 或者有些少講聖經 或者是錯解聖經的 又是不對的 發錯預言 有些人講幾次耶穌回來的 譬如石安教會講了幾次 哪一年 那他整群人走去大陸那裡 耶穌回來 你走去大陸都沒用 他是等被提的 就是他打算被提 全部一起 在山上被提 或者是教導錯誤的教義 這些都是我們往上要小心的 那求主幫我們 耳仔打開 更加留意 神的聲音 神的意念 那先知性 或者知識而語的那些呢 不是一下子領受到的 就是這個都是需要時間 在這一陣子呢 我會是 我都會跟大家 有少少時間的 等候神 操練等候神 大家都可以 在神面前安靜 留意一下 有沒有什麼意念 有些意念可能是這樣 耶穌很愛我 那這些 我都聽慣的了 都可以出自神 即是他彈出來的 你就 多謝耶穌 你就跟著那個意念去 即是那個意念呢 譬如說 耶穌陪著你 好啊 神 你繼續向我 你陪著我會怎樣呢 那你就繼續給神去大領 那神可以在這一陣子 會帶領大家的 那我希望大家有收到信息 都可以說出來的